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我们在那个语位名单上面有看到大概目前线上是 OK好有七位同学就是有参加这个我们课程的这个部分 OK好那同学在开始之前我先测试一下 比如说各位同学听得到声音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先测试声音与影像 好我会切换我的这个简报桌面 就是我的电脑的桌面 OK好那同学我们目前现在这样的状态就是 其实就跟我们上课的状况是一样的啦 我们就是投影我们的影像 那我们一样同时也可以使用这个slido.com 58950来进行这个 它同时也有提供像是这个文字交谈的功能 所以过程中同学如果你有 发现说比如说声音没有出来 那或者 用文字通知我 这样子 应该是 就是因为同学我没有在 那个 同学你能不能够比如说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让我知道 OK好但是原则上我早上 那它其实一有新的文字 它上面这个地方会马上跳出来 所以我就会马上可以看到说状态是怎么样 OK好那同学我们就来开始这个上课 那原则上我们就是跟着学校的这个作息啦 大概应该是2点20开始吧 但我们还是跟着学校作息这样子 大概就是 看比如说我现在就看到了这个文字的部分 这边会卡卡的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这边看起来是我的连线的状况是好的啦 因为我这边测试的时候 我在直播过程中 它这边会有一个连线品质 可接受 可接受 OK 开一下 刚确实是有开一下 OK好 好 那同学我们来跟大家稍微看一下说我们这个今天的课程要跟各位同学说的内容是什么 好 OK好 同学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关于 Being functional and object-oriented with Python 这一份这个讲义 OK好那我们要请各位同学 来了解到什么是这个Python的 Functional跟这个object-oriented的部分 那具体来说同学我们这个章节会跟各位同学讲的这个主题有哪些呢 我们具体来说这个 课程一开始要跟大家讲说 诶这个章节它有个很重要的目的 这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同学你要开始去组织程式码了 所以你会有组织程式码的需求 那同学我们首先先抛出这样子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组织你的程式码呢 程式码现在这个样子散落在Py的档案里面 散落在各个储存格里头 它有什么不好吗 那当然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同学我们每一端程式码 它其实都有它存在的这个目的 就是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们会依据说 它要解决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决定说 它要怎么样子的被 去这个使用这样子 OK好那具体来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组织的方式 那这个组织的方式 它想要达到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code是简洁的 而且我们的code是有效率的 那同学我们这边讲 effective它其实意思就是说有效的 这个effective它其实并不是 我们刚刚讲这个efficiency的意思 它是effective的意思应该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子去用简洁的程式码 来达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不会耗费太大的这个功夫这样子 OK好那具体来说 如果是讲这个真实一点的话 就是说你要组织程式码 基本上就是两个需求 第一个需求就是说 你希望你的程式码可以重复 可重复使用性高跟可扩展性 那可重复使用性高跟可扩展性 这两件事情 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组织程式码的一个最大的缘由 那么各位同学你其实写作业已经写到 这个目前现在写到作业4已经写完了 对OK好 那已经要来到这个作业5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你应该可以有发现到说 其实同学现在在作业里头写的code 它基本上都是reusable的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都是写成function的这个形态 那写成function的形态之后 各位同学你的code在被重复使用的时候 就不再需要比如说复制你那段code 然后贴上之后执行 而是呢 我是去叫你的那个function过来做事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OK好那同学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需求 叫做scalable 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有可能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我把这个问题拆成一些小的问题 那每一个小的问题用一个函数 去解决那个小的问题 但是最终你还是要把这个大问题解决 所以同学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 这一些小的函数 可以一起的来解决一个这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具体的这个需求的缘由 好那同学那python它提供什么样子的机制 来让我们可以去组织程式码呢 那同学它基本上它是有四个机制 第一个机制 也就是我们从作业四开始碰到的机制 叫做function 就是你要写函数来完成题目嘛 那题目的这个叙述是它的目的 那同学在function里头写作的内容 就是说就是我们要组织起来的这个code 好那另外一个层级就是说 它要用类别的方式来组织程式嘛 然后同学就会说 好我为什么要有类别的这个机制呢 那原则上其实同学就想 就是说好我的function多了 那function要怎么样子去集合在一起 那当然就是说方格要集合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class去把它包装起来 那么或者是说同学可以用一个module 去把它包装起来 好那同学就会说 那modules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modules就是说同学前面的东西多了 function多了 class多了 那该怎么样子去收纳它们 那当然就是用一个module去收纳前面的东西 那最后一个叫library 就是说好前面的modules也多出来了 那怎么办 好所以一股脑其实还可以再用一个叫做library的层级去收纳它 所以如果同学我们用这四个这个阶段来看的话 它大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我们会衡量说这个目的性跟这个project 它的规模来决定说我到底要用function去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用class去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用module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用library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那基本上同学可以把这四个层级啊 用这个结层去体会它 截至目前为止的话 同学我们位在的这个层级是第一个这个层级 同学可以想象成说这个是最初阶的组织程式码的方式 一些这个程式码的段落 它可以组织成为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这边说a couple of lines a couple of lines of code 可以组成assembles a function 好那同学有好多个这个function a couple of functions 它可以组成一个class 那接下来你说 好 a couple of classes 可以组成一个这个module 好那a couple of modules 可以assemble成为一个library 那同学就会说 那如果library上面我还想要再就是做组装呢 那答案就是library已经到顶了 所以你只能用library再去组装library 所以有点变成像是说 我用中的library去组装小的library 小的library组装成为中的library 中的library组装成为这个大的library 大的library可以再组装成为这个更大的library 具体来说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层级 好所以基本上就是有点类似像是这个 复仇者的这个联盟这样子 只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复仇者联盟 我们现在是程式码的联盟 就是说程式码它可能本来散落在各个地方 对有点像复仇者散落在各个地方 但是一旦你想要把集结起来的 OK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之所以会谈 方选啊或之所以会谈这个物件导向 其实很大一个用意就是说最初阶最初阶的 这个需求的跟动机 它其实都是在组装程式码的这件事情上面 好的那同学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看就是这个 方选词的部分 好我们这边就要跟同学说明啊 就是说其实我们先前早在一开始就已经跟 各位同学说过说我们这本课程在写作业的时候 特别是从这个Homework 4开始 我们到期末考基本上都是要各位同学不停的练习 方选的这个写作方选写作占在最大众 方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同学大概都已经了解了吗 我们常常都把这方选的名字给了你 然后告诉你说这方选可能要预期的输入是什么 那我们希望这个方选可以有什么样子的预期的输出 然后请同学把主体就是去写作出来这样子 OK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为止会使用到的这个 呃计法就叫做用方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组装程式码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去重复的使用这一段程式码 比如说组装好了之后我们就说 哦we can call the function by name 我们这个方选的名字我就在以我的case来说 以我们这门课程设计的这个作业来说 我就是在评测各位同学的测词 有没有正确的时候才去call你的方选 呼叫你的方选这样子 好那同学这个方选的这个架构同学我们先前已经看过了 这边我就不花时间多讲我就把它带过去 OK好那同学你在写作这个函数的时候 请你帮我呃在写函数的时候也去留意一件事情啊 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呃同学你的这个输入跟输出 它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哦 比如说它到底是一个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还是一个多对一的对应关系 还是一个一对多的对应关系 还是一个多对多的对应关系 那同学在写作的过程中就可以慢慢去体会到是说 呃有的时候我们给你的输入是一个 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是多个 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要你的输出就是要有呃 起码有一个哦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去评测 那当然有一些同学在写作函数的时候会不小心忘记return 那这样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没有输出的函数 这样子OK好那原则上我们大概不会要你写一个没有输出的函数啦 哦这大概不是我们会要你做的这件事情 好那同学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呃一对一的这个关系很单纯啊 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输入的部分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呃 X的这个部分那输出呢输出要不就是X 要不就是输出负X哦因为这是一个呃 绝对值的这个呃 方选这样子好所以同学这边看到这个就是 输入是存量那输出要不是X要不是负X哦 那这个就是one on one的这个关系哦 input跟output它都是 list不像tuple不像dictionary不像set 它是没有维度的好的就是像是整数啊像是字串啊文字啊像是这个布林浮点数啊这些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存量OK 好 那么这边同学大概也熟悉了就是说基本上你的函数已经被你定义好了之后那么你就可以像叫一个内建函数一样的去呼叫它 OK OK 好 那这边关系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解决它呢 同学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去解决它一种方式就是你就是老老实实的把这多个输入多个输入用存量方式写好那么或者是说同学你可以用一个资料的结构把好多个输入放在什么放在哪个资料的结构里头 好那另外有一个做法就是这个比较抽象一点哦就是说他用一个叫做星号ARX或者是用一个星号ARX 星号星号K K KeywordARX 这样子的一个保留字的notation来表示所谓的这个弹性输入好那同学这个概念是新的哦 我们稍微跟同学看一下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好举例来说同学 相乘 相乘那它的作用就是把X跟Y相乘之后的结果回穿回来 所以你看它ReturnX乘Y好那同学这个方式 方选它叫做多对什么多对一多对一所以你看你有 哦你有多个输入我们这样讲多个输入其实就是两个输入啦哦5跟6两个输入 两个输入对应一个输出 哦5乘6是一个输出所以5跟6对应了什么对应了30 那同学我们这边来看那如果我用一个哦结构的话那我该怎么做才好 同学我们刚刚这个case啊我们就是去处理两数相乘X乘Y 那如果假如说我突然间这个 改变了心意我想要三数相乘想要说 哎5乘6之后乘个3 那它在这个方选的设计上面就不行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方选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开中名义的告诉排长说他只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入叫X 一个输入叫做Y所以他没有预期到还有第三个参数在这个地方 会被使用到所以他只能处于两数相乘所以不能够去输入多余的那假如说同学我就是有 这样的需求我有的时候5乘6我只要5乘6乘7 我有的时候就是要有三数相乘四数相乘 那么同学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处理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好你其实可以用一个结构哦这个一个结构 什么样子的概念呢就是说假如说我想把5566 四数相乘四数相乘 那我们就说好那你写一个 嗯 你用一个 输入去怎么样去代表 多个输入 同学这个是什么叫一个输入代表多个输入 好不要忘了我们 可以用结构的方式来 表达一个变数嘛我们可以把一个 结构宣告给一个变数的 名称所以这件事情就代表 什么这代表是说哦那 我们这个结构还是一个 variable同学这个X 他现在是一个local的variable 这个local variable 虽然是一个变数 但是 呃我们把它设计成为是一个 呃一个 这个list 设计为是个list 所以我就说好你的 呃这个方选在运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你给定的这个list里面 去把每一个 元素都拿出来 每个元素都拿出来之后呢跟 product 这个prod这个local variable 相乘 同样我们这边有一个等于1的 宣告 prod嘛 那我们在迭代过程中 回圈过程中我们就不断的相乘 那这段其实就是说不断的相乘 然后不断的更新 所以prod 乘小i 它其实是 我们在while回圈那边的时候跟各位同学介绍过就是这个是所谓的负值运算符 就是我运算了之后要更新同样的变数名称嘛 prod成完了之后要更新回同样的这个变数的名称 所以我就用成等于i 可以少写一点点 好那同学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实践 类似像是虽然我的输入看起来是一个 但实际上我去可以去处理多个输入 所以不管是5566 还是556 还是只有两个56 ok好那我都可以去做 相乘这样子 56两数相乘 三数相乘四数相乘 ok好56 56 ok 好那假如说同学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另外一种方式跟刚刚其实很像 只是说它的差别在于说它的多个输入就真的是多个输入 而且是可以不定个数的输入 那这件事情它叫做 弹性参数 弹性参数 那弹性参数它就是型号 然后arx arx就是arguments arx的缩写 那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在宣告这个方选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写 信号arx 好同学 这边写这个信号arx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我其实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那我就把这个arx return回来看看 好我们就把这个arx先return回来看看 好那同学 答案是这个信号arx 这样子的一个输入的notation 它进到了local 也就是这个function plane return 这个function的local的scope 作用域中 这里这一块 现在这一块 这一块叫做local的作用域 在local的作用域中 对它来说 对我们在function里头处理事情的人来说 arx就是一个tuple arx就是一个tuple 所以同学如果你输入566 那它就把566包在什么 包在一个tuple里面回传回来给你 好那同学会说 这个东西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 差别就有 差别在什么 差别在于说 刚刚这个东西它写出来是这样子 那它在运用的过程中 你其实还是是传一个list进去给它 所以严格来说的话 你的variable 你传进去的input 个数是一个 那这个个数是一个长度不固定的list 但是它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底下 同学你看到你在product 这个plane return这function中 它没有用一个中括号 把566刮起来 或者它也没有用一个中括号 把什么5667刮起来 就5667它本质就是四个变数 四个输入 那或者是三个输入 那或者是两个输入 所以它这个叫做弹性参数 那这个弹性参数进到local的作用域中 就变成了一个tuple 那它给几个 它的就是几个 所以同学可以想象的是说 那arx进来的话你就对 它像是在对待一个 tubel一样去使用它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以刚刚这个case来说好了 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想把它改成 arx解法 就是两数相乘 三数相乘 四数相乘 但是我不想要传一个list进来的时候 同学这边你就可以在这边用arx 这边就对arx tubel 那在这边的话同学 你看我们在呼叫这个function的时候 你就不用把5656用一个list包装起来 就是它还是可以让你正常的去使用 所以其实差就差在什么 差就差在这个中括号这个东西上面 差就差在这个中括号上面 对 ok 差就差在这个东西上面 好那同学你会好起来 那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传中括号5656进来之后 就会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对它来说现在这个 信号arx就是什么 信号arx就是这一个东西 所以它这个东西乘1 同学list的乘1是什么意思 一个list的乘1就是这个list的只复制一次 所以就是只有一次而已 好同学如果你是传一个list进来这边 这边放2 那他就把什么 他就把这个list拿进来 原封不动的乘2 然后回来给你 所以同学你看有给一个这个弹性参数的话 你在传这个5656的时候 就不用怎么样 就不用放中括号进来 不然的话他就当做什么 他就当做以为你的弹性参数 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list ok好 那同学这边就稍微留意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我们希望传进来的是不定个数的参数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信号arx 好 那同学在这边的话你参考一下 如果你是用弹性参数 但是你这个弹性参数 我希望传两个值进来 一个值是key 另外一个值是value 也就是说你希望像字典的形成一样 我的弹性参数有名字又有值 像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说 弹性参数key是这个 然后value是这个 key是这个 value是这个 key是这个 value是这个 key是这个 value是这个 好 那同学你可以看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方选 说我信号信号quarks keyword argument 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keyword argument return回来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同学你会发现他把 这一些keyword argument 用一个dictionary包起来了 在这个地方 key跟values 那同学在local这个地方的时候 同学在local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什么呢 你就可以用一个 像比如说先前我们教过各位同学的 你怎么样去对待一个dictionary 比如说你用kv去迭代他 然后print他的什么 print他的k跟v之类的 像这样 ok好 那我们很少不return东西回来 不过我们这边稍微秀给各位看 那我们这个function就把什么 就把 t 我们把keyword argument拆开来了 糟糕 quarks oh sorry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这个 同学你 我们这边忘记给什么 忘记给items 这样 ok 刚刚没有给 刚没有给的话 其实就是keys 那keys的话 其实只有key而已 没有v 没有v这种东西 这样子 所以 如果是刚刚这样子给的话 应该就是把key 抛出来 for key in keyword arguments 哦这里这里这里 这里多了一个这样 这样 就把key 传出来 那如果是v的话 就是values oh sorry 这个v oh 把values传回来 那如果是刚刚那样子的话 你面对这个keyword arcs 它其实就是一个dictionary 那同学就可以用 先前我们会 拆解它的方式 比如说k跟v 去面对它了 ok 好 那这个是 多对一的这个弹性参数的部分 好 那同学如果你在解决这个 一对多的 对应关系的时候 该怎么办才好 同学一对多的时候 就是你的输出 输出要有多个 刚刚我们在看的是 输入有多个 该怎么处理 那现在我要处理的是 输出有多个的时候呢 同学 预设 预设就是用tuple 帮你把多个输出 就是回传回来 那或者是同学你可以用任何 和你偏好的 Data Structure 去回传多个输出 ok 好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这里 输入 好 同学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输入 City 跟Country 然后直接把City 跟Country 回传回来 好 这里是多个输出吗 OK 多个输出 多个输出 好 那同学你现在我们用Dow 把它隔开来 那么你在呼叫这个Function的时候 你就是把输入 输出 用Tuple传起来 好 同学这边我稍微改一下 好了 这边可能会有一点 confuse 我这边改成什么 比如说 get ok 好 让我们输入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们把City就是去把它拆出去 拆出去 String 怎么样 去把它 就是拆 Split Chars res Py3 感谢观看 网路太慢 奇怪 OK好 其实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它其实不是一个 一对多的关系 同样如果 输出 那你把city跟country 用逗号就是隔开来 回传回来啦 我们这边要解释的就是说 预设多个输出的输出 那么如果你用一个prefer的这个data structure 比如说我输入了这两个 那我就把它用一个我觉得适合的data structure传回来 比如说我认为 传成一个dictionary回来 那我就把这两个文字包装成dictionary之后 在 偏好的data structure来做多个输出的这个处理 输入 多的输入对多的输出 多的输入的话同样就可以选择啊 就用一个你觉得适合的 资料结构去准备你的这个输出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应 那同样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讲啊 就是说一旦你在 就是写作 函数啊或者是你后续去 你有一个需求 就是说这个需求是你的code 要去给别人用 那或者是说 你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你是不希望 希望你的 跳出错误去中断这个程式 那这个时候同学就会需要一个 去处理错误的这个技巧 好同学那么处理错误的这个技巧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同学你要 看到这个code发生错误 所以你得先 了解错误的 方式去应对它 OK好 那我们这边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我说同学你在 你一定会遭遇到错误 那同学你平常碰到这个错误 你大概就是知道它是错误 但是你不太知道说它的细项 那同学基本上我们会碰到错误有三种错误 一种错误叫做语法上面的错误 一种错误叫做run time上面的错误 那另外一种错误也就是第三种 这个叫做语意上或者是逻辑上的错误 首先同学我们先看这个 syntax error的部分 这个很明显就是语法上面的错误 所以比如说同学我们这边写了一个for loop 这个for loop我们叫你写for i in range 然后呢printer i这样子 诶哪里出错了 大括号出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Python没有在用大括号来做 程式区 写一个大括号就是一个syntax error 这个语法不对 那或者是说同学可能写个 比如说if的条件 那比如说你写if if 我要做什么事 print 比如说true 55小166 我就print true OK 好那同学这边也是 不行 因为Python没有在用大括号 来做程式区块的这个宣告 这个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跟他强调过 他是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他是用 缩排来做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用大括号去做他 就会得到 syntax error 所以同学要把它修改成 像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才可以运作 好 好 那同学 syntax error的部分 其实是蛮好去 处理的 怎么说蛮好去处理的呢 因为 语法上面的错误 你 看到他跳这个syntax error 出来之后 你大概就检查一下 说 奇怪这个跟你之前学习的 这个Python语法 有什么 差别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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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会这么慢呢 因为我 同时又录 荧幕 然后同时又 过高 好 但我又担心 就是 万一直播完没有录起来怎么办 做其中一件事 就是直播这件事 因为直播完他其实也是会帮你把直播的内容 就是输出成影片 那我就不做同时这个荧幕录影这件事情 看起来同时做荧幕录影 吃不消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大概知道 那我先把这个停掉 看一下 现在在转那个上午的档案 这样子 好 我们 我们 那么 那我们 ok 好 不过我们现在时间是这个3点10分 我们现在时间是3点10分 好那我们照着学校的作息 我们让同学就是下课休息一下 好不过我们的话就不要休息到20分钟 我们休息到这个3点10分 我们休息到3点10分 3点20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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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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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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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好像明天就開始瘋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班好像 本來是說5月17才要開始做遠距啊 不過現在看起來就是下禮拜一 不管你班的人數是在60人或30人都不管 就是全面都要改遠距教學這樣子 OK好 好 所以同學就減少外出 因為現在外面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就比較 大家比較不安定一點這樣子 OK好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 嗯 我們今天有看到這個 Runtime Error的部分 那同學我們想這個Syntax Error Runtime Error還有Semantic Error 它是一個比較大類的 那同學基本上你平常常常碰到的Error 大概都會是Runtime Error 你大概比較少碰到這個Syntax Error 因為如果碰到Syntax Error的話 那會表示語法不夠熟嘛 那那個沒有什麼關係 你就是再去看一下這個我們的講義啊 或者是你看一下網路上的資源 你就會知道說正確語法 應該怎麼樣去寫作它 那Runtime Error是我們比較常會發生到的這個Error 那舉凡像是Name Error Type Error Zero Division Error 或者是Index Error 這些都涵蓋在這個Runtime Error的範疇底下 那麼這一些Error 同學我們來體現一下 什麼時候會發生這個Name Error呢 比如說同學在Syntax Error裡頭 比如你在執行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你用了一個比如說你沒有宣告好的這個Variable出來 比如說DD 比如說同學沒有宣告這個Lucky Number 對吧 我們在前面沒有宣告Lucky Number 然後你試著去叫Lucky Number 它就會跟你說Name Error Lucky Number is not defined 那或者是說同學的Function沒有宣告好 就去想要使用這個Function 比如說你想要使用一個Function叫做Find Primes之類的 OK好 可能是說我希望可以在 比如說我們好像前面有要你做Find Primes這樣子 再一到十間把指數調出來 他會跟你說Function沒有Define 或者是變數沒有被Define 就去使用它就去呼叫它 這都是什麼這都是Name Error 都是Name Error OK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Name Error其實蠻常見的 那通常像是這個 Local的變數或者是Global變數沒有去隔清索的話 大概也都會碰到像是Name Error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Type Error Type Error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Type Error就是說你對 不正確的這個資料的類型啊 去做了不適合他的運算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比如說 我們這裡有一個文字 Look Skywalker 你對這個Look Skywalker去做了減法的運算 比如說你讓他去減 比如說減Look Look Skywalker減Look 那同學他就會跟你說Stream跟Stream之間不可以做減號的運算 那同學這個就是所謂的Type Error 就是Type Error 那或者是說 同學你用它來做除號呢 他也會跟你說這個東西叫做一個Type Error 他不能夠相除 但是如果是用加號呢 加號還可以 加號的話他會有一個Concatenate的這個作用 他會幫你把Look Skywalker跟Look黏在一起 所以比如說我們在這邊給他一個 比如說一個空格 然後Anakin Skywalker 他這樣子可以 Look Skywalker Anakin Skywalker 他可以連起來 所以加號可以 呈號就不行 呈號也不行 那像是這個 如果是乘2 可以 乘2可以 他就是重複兩次 所以你看 Look Skywalker Look Skywalker兩次 好 所以Type Error 就是說我們在針對不正確的 應該是說我們應用了不適當的運算符到什麼 到不適當的 大家Type或者是 Structure上面 那就會有一個Type Error的訊息出來 好 那我們這邊就用一個--look 來表示一個不正確的運算 OK Type Error 好的 那同學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 我們剛剛那個還有 Won Time Error 沒有看完 像是這個 Zero Division Error 好同學什麼時候會發生 Zero Division Error 就是分母為0 就叫做 Zero Division Error 所以同學如果是分子為0 無所謂 分子為0 0除5566 這個就是給你一個0 這不會有問題 但如果是這個5566 然後除上0 那同學這個時候 你就會碰到 Zero Division Error OK 好 那這也是Runtime Error 一種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同學就是 嗯 Index Error 哦 Index Error 好 比如說我們這邊說 哦 這個 First 5 Primes 2 3 5 7 11 First 5 Primes 好 那同學如果在這個 呃 First 5 Primes裡頭的同學如果想要去 比如說抓 11 好同學想要抓11 然後你忘了 Python是 Zero Index Based 所以你 12345 你用中括號5去抓它 哦 他就會跟你說 List Out of Range 你就得到了一個 Index Error OK 得到一個 Index Error OK 好 那麼或者是說同學想要抓 哦 那你用右邊往左邊數 負1負2負3負4負5 那你不要已經給了負6這樣子 哎 他也會跟你說 Index Out of Range 那這個就叫 Index Error 好 所以這些都叫做什麼 都叫做 Runtime Error 哦 Runtime Error 意思就是說 欸 送去給這個 語法沒有錯 哦 對嘛 同學我們剛剛這樣寫 其實語法沒有錯嘛 本來就是中括號 然後裡頭停index 但是他在 呃 直譯的時候 他會產生錯誤的事情 我們統稱叫做 Runtime Index OK好 所以這是正確的語法 但是 Python在直譯的時候 會出錯的這個問題 好 那同學接下來是 最後一個錯誤的種類 做一個錯誤的種類 很難搞得定 因為做一個錯誤的種類 它叫做 語意上面的錯誤 呃 語意上面的錯誤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 意涵呢 語意上面的錯誤就是說 同學的code 其實也沒有錯啊 code沒有錯 但是 呃 知性的結果 不如你的預期 比如說 剛剛我們這個 Prada 這個函數 我們希望說 欸 輸入 輸入一個list 它把這個list 全部都 撐起來 這樣子喔 比如說 輸入5566 把它撐成900 那如果輸入這個56 我預期應該要 輸出像是什麼 像是30嗎 欸 那為什麼 就是輸出都是0 喔 原來如此啊 原來我在這個 4H1開始之前 我初始的值是0 那不管多少個數字 去跟0相乘都是0 OK喔 所以 我這個 相乘 我的起始值 應該要設1 這樣吧 OK 所以等於你不管 在這個case上面 你設0 其實沒有跳錯誤出來 但是 結果跟你預期也不一樣 那這種東西 我們就叫做 語意上面的錯誤 那麼語意上面的錯誤 通常都來自於 就是 邏輯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 你預期的 輸出跟 實際的這個輸出 它其實沒有match起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同學我們來 跟各位同學說 好 那假如是碰到錯誤的時候 你如果想要把這個錯誤 我們說 捕捉起來 意思就是說 你不希望它真的就跳錯誤 你希望它採取某一些 應對措施 那這個概念就有點像 if跟else的這種概念 就是說 只是說if跟else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是用 布林的true跟false 來做分支的 選擇的依據 那麼如果是 錯誤處理的話 我們用try,except 它的做法就是說 用 try的分支是否發生錯誤 來決定說 我要走完 try下面的縮排程式碼 還是改走 except下面的這個程式碼 這樣子 ok 好 0-divisionerror 還有indexerror 都是runtimeerror一環 所以同學你看 像這個地方 我們說去try 好 同學如果不是這樣子寫的話 同學如果直接的寫作print 中文化號4會錯啊 這個是0 這個是1 這個是2 這個是3 所以中文化號4是indexerror沒有錯 好 那同學在這邊看到一個indexerror 這個就是它的錯誤的種類的名稱 好 那同學在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好 那我執行某一段程式碼 那假設這一段程式碼遭遇到了 遭遇到了indexerror 遭遇到了indexerror 這個typeerror 好 我們去try文字5566除2這樣子的一個error 好那同學你看喔 因為我們這邊去accept是indexerror 所以它還是跳錯誤出來了 那如果我們這邊修改一下說 喔好 它這是一個typeerror 那我們就說encountering a typeerror ok 好 所以我們這樣就把typeerror捕捉起來了 好 所以像這個地方我們去5566除上0 我們去捕捉一個0divisionerror 好 那同學如果假如說遭遇到了一些 你也不知道是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error 所以比如說 像我們這邊就說好 我這邊可以捕捉的 有哪些error呢 我這邊捕捉了indexerror好了 好 那我就說我遭遇到了一個 indexerror 可是還是有一些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的error嘛 所以如果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真的是indexerror 我可以捕捉到indexerror 所以它會走什麼 sorry 這個0是有的 4 它會走 encountering indexerror 沒有錯 可是假如說 它現在遭遇到的是一個typeerror 比如說我們知道 文字你不能去剪文字嘛 比如說5566 不能把567剪掉 那它不會怎麼樣 它不會跳錯 因為你有一個類似像是else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 不管發生了什麼錯誤 反正只要有錯 我就把它 用except去處理它 這樣子 OK好 那這個就是在告訴各位同學說 我們在面對錯誤的時候 也可以像在面對布林一樣 用不同的程式碼去面對 對不一樣的錯誤 或者是說去面對正確 或者是錯誤的情境 OK 好 那同學scope的部分 再容許我們跟各位同學 就是叮嚀一下 就是 從function開始 不管是function也好 不管是class也好 不管是 後面這個狀態也好 只要你有了function 從function開始 就會有所謂的作用欲 就是scope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請各位同學就是 特別特別要注意好scope這件事 雖然我們之前有跟各位同學提過了 不過我覺得還是跟大家 再複習一下 就是說 所謂的scope其實就是說 這個變數 或者是說你命名的這個物件也好 它可能是變數 可能是函數 那可能是資料結構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命名的這個物件 那你不命名的這個物件 它在什麼地方有效 就是指說它的植域 作用域在什麼地方 作用域在什麼地方 scope 那同學就要知道說 我們的scope就是由 global跟local 這樣子的兩個這個作用域 同學記得作用域的部分 所以像是這個 function 我們有個check 這個r的even這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對應到的這個scope 在這個地方 這個叫做local的scope 它有一個縮排的這個區塊 那這個叫做local的scope 就是local作用域 那在這個local作用域裡面 我同學 x對我來說是個local variable modmod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local的variable 所以這個東西是local的 這個東西也是local的 所以你當試圖在function的外面 也就是global的地方去叫modmod 或者是在這邊試圖的叫x 都是不會work的 因為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它都是local的variable 所以我就把它有用的 同學它很明顯的在這個地方有用 為什麼我們說它很明顯的在這個地方有用 同學都說它如果在這個地方沒有用的話 你這個function沒有辦法運作 這個function之所以它可以運作得很完善 那就是因為它在這個x這個local variable 還有mod這個local variable 它在這個作用域中運作很良善 所以你可以順利的這個 把它的結果呼叫出來嗎 OK好 所以你在這邊去print x 不會 會有錯 然後你投影你看這邊就是一個name error 它會跟你說not define 罵的也是name error not define這樣子 原因就是作用域的部分 那就是所謂的它在global的地方就是沒有無效的 所以叫做scope的這個需要注意的這個地方 OK 好 那我們也有跟各位同學提過啊 就是說global的這個variable 它在local裡頭它是有作用的 所以像是這個地方我們的x在這邊被定義 我們的mod在這邊被定義 所以你在這個function裡頭 雖然沒有給我localmod也沒有給我localx 但是這裡的x跟這裡的mod 這裡的mod跟這裡的x 它在local的環節 它如果找不到mod 它也找不到x 它就會往global去要 所以這邊的話它會把global的x跟global的mod 拿進來 所以同樣會發現說在這個設計之下 你的x跟你的mod還是有作用 比如說我們這邊輸入3 欸 它就跟你說 這個它是個g數這樣子 然後你試了printx跟試了printmod 這些都沒有問題 OK 那我們這邊有在千叮零萬交代各位同學 其實我們上一次也有講到這個scope 之後沒有千叮零萬交代同學 就是你看是global的variable 看起來很方便 在外面也可以用 在function裡面也可以用 那我就不要在function裡頭去使用local variable好了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極度而不推薦大家在function裡頭去用global的variable 盡量就是在function裡面我們就是用local的variable 因為你很容易去混淆它可以作用的位置跟它現在的值到底是多少 OK 好 那同學我們接下來來跟大家介紹的這個部分 它比較像是使用技巧的地方 就是Python的使用技巧 Python的使用技巧 我們這邊跟各位同學介紹一個什麼技巧 這個技巧叫做comprehension comprehension是個什麼樣子的一個機制呢 它其實有點難翻啦 我們就不翻了 不是很會翻 它的意思是說我希望 在透過這個回圈在創造一些這個 資料結構的時候呢 是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寫法 就是說我在 創造這個 這個資料結構的當下 是有 比如說是有一些運算邏輯的 那我讓 創造結構跟 把值合併進去的這件事情 它是 同時成立的 OK 那同學具體來說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同學比如說具體來說 我們這邊給你一個 一個 一個list 這個list叫做235711 好 235711 好 那同學我現在跟你說我有個需求 我希望可以建構一個list 這個list叫做square primes 喔 square primes裡頭呢 有4 有9 有25 有49 有121 這樣子 OK 我希望有一個這樣子的list 也就是說 同學經過了某一件事情之後 某一些事情之後 我做到這件事 好 那經過什麼樣子的事情呢 我就說喔好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給一個空的 square primes list 然後呢 我說我的p在 primes裡頭 跑動的過程中 我把p平方 喔 這個就是我們的square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把它塞進去 square primes append 好 那我這邊做完了 那我最後得到的這個square primes 就在這個地方 好 49 25 49 125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喔 我用一個傳統的方式 我們前面跟同學介紹過嘛 就是說你在 回圈裡頭到底會 做哪一些任務 我們在回圈裡頭會做合併 像加總 我想說技術 或是做什麼 或是做一些 複雜的這個 結構的這個 資料的這個擷取這樣子 這樣子 OK 好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這個 嗯 技法 那這個就是合併啊 你看喔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做的事情就叫合併 好 它就 合併了這一些 資訊進去 好 那同學如果是 我們所謂的 我要 對 我要 build一個list 但我要用剛剛那種方法 叫傳統方法 那如果我用comprehension的方式去build 剛剛這個square primes的話 那就叫做我透過 呃 list comprehension去把這個 list 創造出來 好 那同學他的語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 欸有一個 原原始的這個primes 那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好 同學你可以看起來 他看起來很像是說我同時 append 然後同時建構這個 合併跟創造list 這兩件事情 看起來是同步 在 進行的 OK 好 那具體來說 比如說這樣子的一個技巧 同學 這一段code就叫做list comprehension 好 那同學這樣子寫一定 一開始會覺得他奇怪 他怎麼會 長這個樣子 一定會好奇嘛 那我們來跟同學講 他其實就是做一個倒裝啦 就是說他這裡頭有兩個結構 我們把它稍微還原一下本來的樣態 他本來樣態是什麼 先一個空的list 然後p in primes 然後呢 square primes append p平方嘛 這是他本來的樣子 那他怎麼樣 從 傳統的樣子 變成list comprehension 的樣子呢 就是倒裝他 比如說append裡頭做的事情 先貼過來 然後呢 然後呢 for一圈圈宣告 再貼過來 然後 把 code整理一下 變這樣 OK 好 所以同學我們就得到4925 49還有121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好 那同學我們這邊來看喔 那如果我在創造這個list的過程中 我希望去搭配一個if的條件 那可以怎麼樣子去善用list comprehension呢 那同學他的概念是這樣子的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希望有一個 隨機的 整數 隨機的整數 那這個隨機的整數 我從1到100中去挑 20個隨機的整數出來 OK 好 所以我們這邊有用到了一個 function 那這邊稍微幫我注意一下 像比如說我把這個東西註解掉 看一下 這樣做 好 我可能是在前面有import他了 好 同學 比如說我們 正常的狀況之下 我們 python的環境是不會有 remint這個function的 所以同學 一開始的狀態 應該會這樣 好同學 你看喔 這裡你碰到一個wrontime error name error是個wrontime error 所以你在這邊 看到了name error OK 好他可能有remint這個function 所以同學不只是 variable 會有name error 如果是function 我們像這裡想要用這個remint 這是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如果是沒有被定義好 沒有被預先定義好 或者是說沒有被預先引入 那他也是name error 好 那這個function他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在1到100之間 隨機挑整數出來 好那我們這邊其他隨機挑20個整數 所以我在這個20個整數裡頭 好同學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現在把它引入進來了 那我們這張code就可以work 好那我希望在random integer裡面 有隨機的這個20個整數 這樣像這樣 所以我每次run一下他都有隨機的20個整數 好可是同學我現在的需求是這樣子 我希望從這20個隨機整數 因為這是隨機的 所以我希望用一個方式去把裡頭的基數挑出來 好那具體的做法的話就是說 你還是可以用原本的 傳統的做法 from random integers 這樣你可以用傳統的做法 好那我們說for ri ri就是random integer ri in random integers 好那同學我們會有一個條件嗎 if我的ri 他除上2的語數是1 因為我們挑基數出來 那我才append這個ri 這樣 好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確保說 不管隨機出來的數列裡頭是哪些隨機的整數 那我都可以把這個隨機數列中的基數的部分挑選出來 好那這個是用傳統的方式 用合併 傳統的合併方式 先做一個coner list 然後跑回圈 跑回圈的過程中呢 我有一個條件 符合這個條件的情況之下我才append ok好 所以這個機制是這樣子 好吧 好 那我們怎麼樣把這一段改成 least comprehension的樣態呢 我們先把append裡頭的資訊寫進來 append裡頭是這個嘛 所以你把append拿掉了 好接下來同學你該寫的 把這個東西拿進來 好 好那接下來再把什麼 再把這個東西拿掉 再把什麼 再把這個放回來 好那這個放在哪邊呢 這放在哪邊就tricky了 所以要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倒裝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可以 所以它一樣就是把一個隨機 least中的激素挑出來的一個least comprehension的技巧 ok 好那這有一個if的狀態 好那同學如果同時又有if 同時又有else怎麼辦 好同學剛剛那個任務我們再改變一下 就是說我不想要讓它是把激素拿進來而已 或者是拿偶數進來 我希望它把布林拿進來 也就是說是激素給我一個true 是偶數給我一個false 好所以我一開始一樣 我一開始給一個空的list for ri in random integers 好假如ri 數上2等於1 假如它是一個激素 那我就append true 那else append false 好我們用傳統的方式做也可以搞定 像這樣 然後我們就false true false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我們說在偶數的地方給false 在激素的地方給true 好嗎 好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樣再調節成為least comprehension呢 這個東西就是 比如說它要這樣子改寫 比如說我們先把if拿過來 true if這個 然後呢 else 這個 然後再把這個拿進來 所以它有一個它的規範 就是寫作順序的規範 變這樣 好然後這一段可以拿掉 好同一這樣子的話 同一大概看得出來 就是它去審你要寫的這個 呃 程式碼這個行數 讓它可以 讓它可以變得很簡潔 所以剛剛你看 這樣子起碼有六行嘛 剛剛那樣起碼有六行 那你瞬間用一行就把它搞定了 好 所以這是一個 嗯 簡潔去 透過迴圈創造 合併list的一個語法 叫做comprehension 好 那同樣list 可以comprehension set也可以comprehension 好 所以像這個set comprehension 這裡是大括號 這裡是大括號 然後 dictionary 大括號 然後這邊有一個p 鬥號 哦 冒號 p平方 所以這個是key 這個是value 那做出來就是dictionary 所以dictionarycomprehension set comprehension 然後list comprehension list comprehension 這樣子 好那同學有沒有發現我們漏了什麼 好同學有沒有發現我們漏了什麼 同學有沒有發現我們漏了什麼 好 好 好 我們剛剛介紹了list comprehension 然後我們介紹了list comprehension 然後我們介紹了set comprehension 然後我們製造做了這個dictionary comprehension 可以選 很快 然後我們先選 然後是選 為什麼沒有tuple comprehension 好 其實不是沒有tuple comprehension 而是說當我們 我們這邊不小心的怎麼樣 假設我剛剛不小心的把這個 假設我本來想要做這個least comprehension 但我不小心手殘 我手殘 我打成這個小括號 好同學 打個小括號你會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會不會就是tuple comprehension 抱歉喔 抱歉不是 就是不是tuple comprehension 這有點囧 那同學我沒有得到錯 我沒有得到錯 他告訴你說你得到一個generator object 所以我預期可能是tuple comprehension 但是上號我居然得到了一個這個 叫做generator object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啊 他沒有什麼辦法去看他是幹嘛的 因為你把type print出來也沒有用 你把他本身本人print出來也沒有用 他給你這個東西對你來說沒有什麼用 那同學這個東西是什麼啊 這個東西叫做generator 那我們說generator他其實跟 呃 least comprehension很像喔 但是差別在於是說 呃 least comprehension他是collection of values 意思就是說他真的已經把 歷史中的這些值已經生成出來了 但是generator的話他其實並沒有把這些值生成出來 他只是把這些值生產的規則就是生成出來而已 你如果真的要把這些值就是建構出來的話 你得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有least comprehension 我們有set comprehension 我們有dictionary comprehension 但是不會有tuple comprehension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生成方式的話 第一個是說 呃 tuple不可不可變的這個特性 你去用tuple去生成好像也很奇怪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他拿來其實作為generator的生成這個notation 就是如果你沒有告訴我說這個是個generator的話 你用小瓜瓜起來他其實就給我一個generator 好 那這個還是很抽象啊 什麼叫做result of a generator is a recipe for producing values 好這個超抽象啊 非常抽象 就是這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具體來說的話 你可以把generator想像成是什麼 想像成是有點像是工廠的這種模具 好朋友我們工廠的模具其實都預備好 在那個產線上 但是模具的那個東西啊 就是你如果沒有啟動它沒有去運轉它 或者是你沒有把原料灌進去 那模具放在那邊其實就是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generator其實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generator定義好了之後 你沒有把那些質生成出來 就是你沒有把質灌進去 那它就不會真的有支去記錄出來 它只是跟你說 喔好像預備好了 我預備好了要有五個這個數字 那這五個數字都是 是前五個指數的這個平方 但你還沒有生成它 好 那同學它什麼時候會被生成出來呢 那具體來說的話就是 你去把它實體化 那實體化的作用就是說 我們用一個list function去實體化它這樣子 OK好 比如說像這個樣子 好 大概是像是一個食譜 那你把它實體化出來之後 就真的把食物就是煮出來 它比較像是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那麼這個generator它的使用性是一次性的 同學這邊注意一下 它是single use 單次使用性 什麼叫單次使用性呢 剛剛我們這邊是不是生成了 好 可是你看我們生成的當下 我們只是print它出來 我們並沒有把它宣告起來 好 那這件事情的話 它會體現single use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好你再生成它一次 抱歉沒有了 就是它是單單次用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它也有像是免洗餐具的這種特性 使用過一次之後就丟棄 OK 好 所以你從comprehension這邊就會知道說 欸 怎麼大家都有comprehension 但是tumor沒有 原來如果用類似的語法 但是改成小瓜好的話 它會生成一個叫generator的物件 那這generator的物件它蠻特別的 比如說它要實現它 必須要丟到一個函數裡頭去實體化它 所以比如說用例子去實體化它 但是實體化又只能做一次 single use 用完之後它就不會再生成 它就把那個有點像是recipe 就把它忘記了這樣子 好 那同學為什麼我們要 跟各位同學介紹generator 這樣子的一個object呢 是因為我們想要困惑你嗎 就我們想要讓各位同學壓力很大 就一直塞 就是很深色 就是很奇怪的這個名詞給你嗎 或者教你一些用不到的技巧 其實不是的 就是說 其實generator雖然概念很抽象 我們很難去了解它到底存在的這個價值是什麼 同學其實基本上 如果我們不去細講的話 generator它有兩個好處 一個好處叫做memory and computational 的efficiency 就是一個是memory efficiency 另外一個是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就是說因為它的值沒有在宣告的當下 就被升出來 所以它其實沒有佔到記憶體的空間 你要實踐它 就是你實體化它它才會出來 所以它對memory來說是有效率的 那另外一個來說就是computational 就是說它只有在實體化的當下 它才會去把那個運算時間出來 它在recipe的當下 它其實也沒有再要運算這樣子 我們說這個東西它不是為了要用來製造各位同學的壓力 只是因為你常常會碰到它 你因為常常碰到它不如去了解它 那你什麼時候會碰到它呢 具體來說的話 具體來說的話 同樣就是我們會在下面的這些方選 常常碰到它 那這些方選都叫做 Python的內建的Iterators 內建的Iterators 那麼同於什麼叫做Iterators呢 Iterators顧名思義就是說 經過這些函數所生成的輸出 其實都是可以用for回圈去騙力的 就是你可以forI in這個函數的輸出的那個東西 然後去騙力它這樣子 好 我們這邊跟你說除了range以外 其他的都是這個generator functions 所以就是我們這裡說的這四個 function 這樣 這四個 function 生成的結果都是generator的type 都是generator的type 好 同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方選 這個方選叫做enumerate 然後它會return一個enumerate object 那這個enumerate object 其實就是generator的一個 你可以想像成是generator的親戚 或者是說 成績了generator特性的一個object 這樣子 所以他們是一家的這個 一家人 OK 好 那同樣我們這邊來 呼一下這個generator enumerate這個function給你看 好同樣你看 enumerate這個function 你呼完了之後 它給你什麼 它給你的這個東西 好同樣我們給你一個list 這個list有四個文字 這四個文字是復仇者聯盟 這個四集的電影 四集的電影 好四集的電影 那我們把這四個 長度四的list 抛入到enumerate function中 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發生的事情就是說 它生成了一個generator給你 好 那不是 sorry不是generator 它是一個類似generator的東西 它叫做enumerate object 好 那同樣如果想知道這個東西 是什麼樣子的對象 必須把它實體化出來 所以我們實體化 丟到一個list裡頭 去實體化它 好 同樣你看喔 它這邊告訴你 這個list的第0個對象是 the Avengers這個字串 這個list的第1個對象是 Avengers Age of Ultron這個對象 字串 那也是類推 好嗎 所以要幫你把一個list中 它的index跟它的value 兩兩成對抓到一個tuple裡頭 給你 那同樣這邊注意喔 我們剛剛已經 就是 實體化它一次 那這個東西我們把它 宣告出來 比如說 enumerate這個東西 我們說 好 我現在知道了 這個東西它是一個enumerate object 好 那我 輸入到list裡頭去把它實體化出來 好 但是同學不要忘記了 它是single use 它是single use 所以我如果試圖實體的話 它兩次 第二次就會是 不會失敗啦 第二次就是一個空的list 就是說它裡頭的值已經被single use用完了 所以用過即丟 裡頭的recipe已經被抹掉了 OK 好 那這樣子enumerate的function 它的作用 就是說 同學你的list中 對你來說 現在是 你去騙力它的時候 好 同學你現在對這個 對你來說 你去騙力它的時候 所謂騙力它就是說 我們從頭跑到尾 同學對你來說 這個小I是什麼 那小I是值嘛 就是你 對疊代的對象是 拿到的變數 疊代的這個變數是 文字的本身 那同學假如說你需要有 文字的本身跟 這個 index 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enumerate這個function 所以同學你看 enumerate 所以我們有一個 index 小I 好 idx 然後我們有一個 val value 好 那同學你看 我們這邊就說好 我在疊代的過程中 我同時的去面對 index 跟value index value 這樣 ok 所以像這樣 0123是這幾個文字的位置 那value的部分就是這幾個文字 所以文字對應到文字的位置 文字對應到文字的位置 文字對應到文字的位置 那zip function是做什麼用的 zip function的話 跟enumerate function很像 只是說enumerate function 你傳入一個list 它幫你把這個list中的 index跟value都抓出來 好 但如果是在zip function的話 你就可以傳入兩個或多個這個 list 那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我們把它實體畫出來 看一下 好 它的作用就是說 幫你把這兩個對象 比如說這裡 我們release year 跟movies 放在zip裡面 它幫你把 年 電影 年 電影 用tuple 兩兩層對的這個包起來 匯傳回來給你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做什麼樣子的一個應用 等於是說 我可以 在給定的list下 去 騙例 兩個 或多個list 好 所以以這個case來說的話 我可能就可以做到 像是說 我這樣就可以說 好 y 還有這個 m inzip release years 然後呢 avangers movies 這樣子 好 同樣可以print說 哪一部電影 在 哪一年上映 ok好 那我們在這邊format 哪一部電影呢 小m 小m是電影嘛 小m對到movies y 小y 小y這個疊代的變數 對應到release years 小y 好 哪一部movie aired的印 哪一年 所以 the Avengers aired印 2012年 好 那這一部 air 是2015年 etc 這樣子 ok 好 所以我就可以疊代這兩個 這個 嗯 list 好 那同學 我們 剛剛是這個二十分開始上課 所以我們也大概經過了這五十分鐘 好 那同學我們也是休息這十分鐘 我們休息到 這個 四點 二十 OK 我們休息到 四點二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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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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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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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那同仁我们继续的这个 往后面内容说明 好 那同仁我们刚看到有四个这个function 给大家看一下哦 它都是会生成像是generator一样的东西 有这四个 enumerate,zip,map,还有filter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同仁看过了 像是这个enumerate跟zip 那enumerate是把一个list中 它的位置跟值都猜出来 用tuple回传的 那么zip的话则是把两个或多个 应该就是两个以上啦 the list 它把它的value让你可以平行的去使用它 那么如果是map或者是filter呢 这两个它除了会生成可迭代的对象之外 就是它还有一个 就是它还有一个 特殊一点地方 就是说它是属于可以传function进去的function OK好 那map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 特别我们说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function 它都是可以生成可迭代的一个对象嘛 那那些可迭代的对象 它基本上里头都有很多的这个tuple让你去使用 那如果是map的话 它不只是会生成这个可迭代的对象 就是说你还可以对这些里头的元素 去使用一个function 所以它的function里头 map这个function里头呢 它有一个输入是function 那有另外一个是可迭代的这个对象这样子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用 同样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范例 这个范例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范例就是把range10的生成啊 用float函数去应用 好那同学都会好奇啊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 然后range10是什么大家都清楚啊 我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把 生成一个像是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float0 float1 然后点点点 float9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生成一个像是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把float函数均匀的 也不是均匀的啦 就是应用到每一个range10的资料里头 那range10是0到9嘛 所以我就希望把0到9都变成float 好那么同学你看哦 如果是单呼map这个方式 你就会得到一个叫做map的object 然后你会不知道它要怎么用 好但是同学如果先前学过了 你知道 出来的这种像是generator一样的东西要实体化 那你就知道说 把它丢到一个list里头去 把它实体化出来 那就看得到 0到9 这9的数字 那同学注意啊 0到9这9的数字 如果我们没有map float上去的话 就是同学如果你单纯的就是list range10 它其实是以整数的形态呈现出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map float function 到range10上面的话 它变成了0.0 1.0 2.0 一直到9.0上 OK 好 那这个是 差别的这个地方 好 那同学filter呢 filter它是 这里有个function or none 然后这里有一个什么 这里有一个 可迭代的这个对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做的 好 首先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random布林 我们random布林 生成一些random的布林 同学我们为什么要生成一些random的布林 我们再 生成一个20 长度20的random布林 可能有一些true有一些false 这是random的 好 那同学我们来看一下filter这个function 它的基础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filter function它基础的作用 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传一个non进来 它基础基础的作用就是说 把给定的布林 留下true的这一些 所以同学你看 如果是一个random的布林 同学我们random布林 一定有true有false 因为我们请它在0跟1之间 随意的取值 随意的取 0跟1这两个数是随意的取 因为这是随机整数 那把0跟1换成布林 就是truefalse 所以取20个的话 大概没有那么好运 就是全部都是false 全部都是true啦 当然不能排除说 有这种 这个叫什么 2的20分之1的 次方分之1的机会 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是很少的啦 就是我们大概就是会有 true跟false 不太可能全部false 或全部处 真的有的话 这个就是2的20次方分之1的几率 有点低为 好 那 接下来的话 同学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说 好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如果单纯的把一个 random形成的这个布林 跟filter函数 来应用 然后filter函数里头 我们输入了这个non 那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结果呢 好 看不到 所以你又看不到它 因为它是一个generator 像是generator一样的 这个filter object 好 那我们这边把 它实体化出来 所以你看它具体的效果 就是留下处的这一些 值 所以你给定一个 有处有false的输入 它会帮你把处都留下来 好 那同学我们这边来看 除了这个 内建的函数之外 我们除了去应用 内建函数到一个 可叠在对象上面 其实我们 更常见的是说 我们去 用自己的定义好的这个function 然后去应用到 可叠代的这个对象上面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 同学我们就会说 好 比如说以我这个case 我定义了这个square function 我定义了这个larger than 10 function 那我把它应用在我们前面的 这个primes function 物件上面 好 那同学你这边稍微 看一下 我这边有个function 叫做x的平方 就是square 我这边有个function 叫做是否大于等于10 这样子 这样 有两个这个function 好 定义好 那同学我们这边 在应用之前 我们也先看一下 我手边的这个 想要应用的对象叫做什么 叫做primes 好 那同学我们这边来看 那如果我现在对primes这个function map呢 map square function 那它会发生什么事 好 同学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 你看不到它的结果嘛 因为它没有被生成出来 好 那同学生成它 好 它把 本来的primes里头 每一个资料都平方了 所以等于是说 它应用了square function 到primes这个list上面的每一个资料 好的 那突然 那同学如果是另外一个呢 如果我们应用 比如说filter这个function filter function 我们把larger than 10 应用上来 好 那当然同学 你开始看一下 好像也不知道它在干嘛 但是呢 你把它实践出来 larger than 10 只剩11 同学应该我们primes里面 只有2,3,5,7,1 所以只剩下11 11才大于等于10 那个是true的那个部分 其他的都是false 所以就被filter排除掉了 OK 好 所以 这个是应用 的方式这样子 那这边有跟各位同学提到 就是说 其实你更 长的是说 你会去define一个叫做 可丢弃的方选 同学我们刚刚看到说generator 深层之后是一次性的 那这里啊 我们也会希望是说 我们有一些operation 是一次性的 所以像是map跟filter啊 它除了深层的这个东西 是generator 然后generator 希望它是一次性的 在使用之外 它连你输入的这个function 它都希望你输入一个 用过即丢的function 那这个是个蛮有意思的 这个设计 它就是很强调 memory跟computational的这个efficiency OK 好 那lambda expression 它就像是一个匿名的function 我们可以 同时定义匿名function 同时使用 然后同时丢弃 然后在同一行里面 所以像刚刚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 就是lambda expression 很好用的地方 怎么说呢 这个运算是简单的 这个运算也是简单的 那为了这些 简单的运算 去浪费掉一个function 比如说浪费一个function 内在这边 好像会觉得有一点滑不来 有点滑不来 所以我希望说 我在呼叫 这个larger than 10 或者是说本来 我希望在呼叫 这个function的当下 才把这个function做出来 然后在 用的时候 用完之后就即刻丢弃 那这样子的一个case 就是所谓的 lambda expression 好 那同时lambda expression 可以怎么做呢 它跟这个function的外形 就会不太一样 像我们这里告诉你说 一个function要有define 跟它的名字 然后有它的return 那如果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用lambda expression 来表示的话 它是长得像这样子 它会少了名字 因为它是匿名的函数 所以它没有 函数的名字这件事 那同样它的return 不需要 就是分一行写 你可以直接在冒号后面 告诉它说 它的return是什么 所以同样 这个是input的部分 这个是output的部分 那output的部分 同时也是 我们所谓的这个主体的部分 那同样的 像这个function 如果你要改写成lambda的话 它就是这样子 x大于等于10 就把它写在冒号后面 好的 所以同于你看 我这边把它注解掉 ok好 所以它是可以被 这样子去使用的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 不是在这边用 我们要把它放到 map里面来使用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lambdax 冒号x平方 放在这个地方 那它就会把这个function 的作用 应用到这个对象上面 所以你看它可以 确实的这个作用 好 那或者是这一个 lambda expression 我可以把它放在什么呢 放在这个larger than 10 的这个位置上面 那它可以 确实的这个应用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这边说明的 我define一个lambda expression 同时使用它 同时丢弃它 在同一行里面 去做到它这样子 OK好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告诉你说 所以你不用去浪费一个function的名称 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浪费一个function的名称 去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们这边稍微调了一下 比如我们把primes 新增到长度10 1 2 3 4 5 对长度10 前10个primes 把前10个primes都平方 或者是把前10个primes 大于等于10的 这一些内容挑选出来 OK好 可以在这个地方用lambda做 OK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一些这个 生成iterator的这个function 好 那同学我们最后跟大家补充一下 那其实这个 不是太重要的这个 的function 这个叫做reduce这个function 那为什么它不太重要呢 同学 它从 内建函数被移走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离到这个什么 离到这个套件 funktours 这个套件底下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体现 就表示说 它其实现在的 重要性其实没有很高啦 它在python3之后被移过 移走了 所以它在python2的时候 它是内建的函数 reduce 它就跟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map 还有filter函数一样都是 内建的 这个函数 那为什么在python2的时候有 上3的时候就移掉了呢 原因是因为 python3有了这个内建函数 sum跟lamb 那某个程度之上就是 加总或者是计算长度 这件事情就让 reduce 就让内建函数 sum跟lamb来做就好了 那reduce常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加总跟这个计数 所以它就比较少 派上用场 所以就把它移走了 好 那reduce这个函数在做什么事啊 它基本上它就是去 引入一个叫做 我们这边所谓的这个folding 或者是reduction reduce动词 reduction是它的这个名词的这个形态 那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有点像我们在 sql 同样我们这阵课 第二个工具教大家是教sql嘛 我们在sql的时候有介绍过这个 聚合的函数 聚合函数 所以folding或者reduction 它的概念其实有点像是聚合 所以你看你去reduce list of items into a single cumulative value 这个其实就是聚合的体现 OK 所以reduce它可以让你去聚合一个 类似中的值这样子 那同学就知道了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sum这个函数啊 所以reduce派上用场的几率就降低了 这样子 OK好 所以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个function 这个叫做把数字夹总起来 把x中的数字夹起来 好那我们就用传统的方式 我们用一个回圈去夹总 同学还记得吗 我们有说回圈 回圈可以处理哪些事 可以处理合并 可以处理加总 可以处理技术 可以处理这个片力 复杂的这条结构 好那这里边就跟你说 它可以做加总 没问题啊 加等于p p in x OK好 那我们把primes传进这个function 它就帮你把它加起来 所以235711 加起来是28 好的那同学如果是用reduce呢 就用一个add operator 搭上你的iterable 那如果是sum的话 就是把这个primes上起来 所以同学你看它的效果是相同的 OK好 所以这个像我们这样 用一个一个加也可以啊 用回圈一个一个加 28 用reduce function 然后传入add function 加上你的iterable 那同学就要好奇 我们这个add在哪里来的 同学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这个章节的一开始 有 有载入 这个functools里面的reduce function 然后我们有载入 operator里面的add functions 然后载入 operator里头的multiply function mul function add function reduce function 所以我们在reduce function里面 才可以用add跟multiply OK好 那如果是multiply 同学相乘起来 刚刚我没有写过prada那个function嘛 所以你一开始给我一个1 然后去乘等于 他 他就可以把235711乘起来 那或者是呢 同学你就用reduce 诶 同学我们没有 reduce这个时候就派到用上了 同学你没有 一个内建的函数叫prada 对吧 就是你有加总 但是你没有一个内建函数 是把list中的值都乘起来的 那这个时候reduce就 诶 好像就有引用 看他引用了multiply这个function 然后作用在这个例子上面 然后reduce成一个单一的值 OK好 所以都是 称完都是2310 好的 同学那这个就是我们介绍的 这个functional的部分 所以同学具体来说的话 我们在functional这边的话 如果同学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的话 其实functional的部分 就是在告诉各位同学说 我们怎么样透过function 还有可迭代的物件 去做出一些应用 那这一些应用 就是说可以去节省各位同学 写作的这个辛苦了 但是他其实也不是 写作的这个效率 但是他不是没有代价的 他的代价就是说同学必须要舍弃一些传统的解法 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已经很习惯了 宣告一个空的list 然后慢慢的append 那宣告一个其实的值 然后慢慢去加总它 或者是慢慢去计数它 那那一些写起来 行数比较多 然后运算效率比较差 但是你可能是熟悉的 那这一些像是functional这种写法 他就是比较 比较有效率的 然后对比较有效率 然后比较简洁的 但是他的代价就是什么 就是同学要学比较多的观念 比如说你可能也不想要学什么是generator 但是因为你要用到这些东西 你就得知道generator是什么样子的概念 所以有一得必有一失 你获得了一些高超的技巧 但是你同时也要付出一些多余的 就是你要多学一点东西 那同学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物件导向这个部分 这个functional完了之后就是物件导向 那物件导向 团圆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叫做procedural的programming 什么叫做procedural programming呢 就是说我们的程式码它在运作过程中 它是照着顺序来的 比如说我们先把函数定义好 然后函数定义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想要传入函数的这一些资料 读进来或者是宣告出来之后 然后呼叫这些函数 让它依序的作用 那这件事情叫做procedural的programming 那么我们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你除了可以用线性的方式去 呼叫这一些function之外 它还可以用一种以物件为中心的方式 来呼叫这一些函数 那这样子的一个技巧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 也就是所谓的OOP Object Oriented Object是物件 那Oriented是导向 所以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 就是OOP 常被人家缩写成OOP 好那同学就会好奇啊 就是Object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 在Object这件事情来说啊 我们说它是一个类别实践出来的东西 叫做Object 物件 那这个物件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性呢 同学这里有一个很很棒的定义 一个物件它有两件东西做组合成 一样的东西叫做Data 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操纵Data的这个方式 OK好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组成物件的内容 一个是资料 另外一个则是操弄资料的这个方式 那具体来说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啊 其实一个叫做资料 就是我们面对到的像是 变数啊 像是资料结构 这些都叫Data嘛 那我们去操控这些东西的话会有什么 我们要函数去操控它 所以等于是说 物件里头啊 我们会希望有Data 然后也有函数 然后可以让函数跟Data去做一些互动 讲的白话一点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OK好 那我们如果讲的再直白一点的话 其实说 同学你会有一些类别嘛 我每次把一个variable 抛到type function里头 就是去检查它的类别 那这个类别本身 它就是说 我透过了这个类别 实践出来的variable 就叫做物件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同学5566 是一个整数的类别 那favorite integer 这个物件 就是透过整数类别 所实践出来的变数 那这个东西 favorite integer 我们就会称之它为物件 所以这个东西是物件 那这个物件是怎么样被生成出来的 它是一个经过整数类别 被实体化出来的物件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跟各位同学解释 什么叫做类别 类别是什么意思啊 类别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说 类别定义了 一系列的这个 应该说类别定义了 资料跟 方法啦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这边有看到 说一个物件 一个物件要有什么 要有data跟 ways to manipulate data 好 那这个data跟 ways to manipulate data 是由谁来 规范的呢 就是由class来规范的 就是由一个叫类别的 这个机制来规范 那这个类别 它像是什么样的概念 它就像是一个蓝图的角色 blueprint 好 那这个blueprint的这个角色 它是做什么事呢 它就是说 我要告诉你说 我的每一个物件被初始化的时候 它是透过什么样子的 它都具有什么样子的特性 那这个特性的部分 我们就分两部分 它具有什么data 然后具有什么样子的函数 那这些东西都是相同的 所以经过同一个蓝图 所打造出来的成品 都是相同的 这样子 OK 好 所以class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边 highlight起来的blueprint 它是一个物件的蓝图 所以这个物件 怎么样被生成呢 其实都是根据class的内容 去生成的 好 那同学这个时候就要好奇 什么叫做object 什么叫做class 那 刚刚同学我们有提到generator的概念 同学你可以把class跟generator想得很像 那最后生成出来的是这个object的本身 好 只是说class跟generator又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说 它不像generator一样 生成一个之后 要重新的再宣告generator 然后再生成 不用 你生成了class之后啊 它有点像是 它就是可以自己生成 无限多个这个object 你可以呼叫它几次 它就生成几个出来 所以等于是说 它已经不用再像generator一样 只能single use 你可以把class想象成是一个 可以量产的generator 可以量产的generator 好 所以我们这边说一个class 它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 创造者的蓝图 那物件是它的什么 是它的最终的产品 最终的产品 好 那同学就会好奇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自己来 就是inclement这个类别呢 那同学我们什么时候要宣告防选 同学你就两相对照一下 如果你发现就是套件里头 或者是内建函数里头 没有你可以用得上的function 那你就自己定义嘛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 同学如果发现类别里头有 不够合适的类别 那你就自己把它定义出来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那同学具体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有 现在认识了很多内建的类别嘛 比如说在存量的部分 我们认识了整数类别 浮点数类别 string类别 布林类别 跟non-type类别 那在datastructures的部分 我们其实认识了 像是list类别 tuple类别 dictionary类别 还有set类别 那同学 你们之后还会认识一些 这个第三方套件的类别 像是ndarray index series 或者是dataframe 那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在呼应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case 你什么时候会去 implement你自己的类别 就是当你认为 内建的类别 或者是library power类别 没有办法满足你的 需求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样子的 需求去用新的类别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比如说为什么要有ndarray呢 因为ndarray 在我们之后在教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各位同学说 ndarray它是做一个 向量化运算的 资料的类别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既有的这个资料 的结构 它没有办法做 向量化运算 所以我要有一个 向量化运算的类别 让我可以更好操纵 向量跟矩阵 好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 像是index series 或者是dataframe呢 就是说 我们既有的这个 资料的结构 它没有一个适当的 结构 都可以让我好好的去面对 比如说 传统我们在一些资料分析的程式语言里头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以前在MetLab做的事情 你以前在SPSS做的事情 你以前在SAS做的事情 你以前在R做的事情 你在R语言 在MetLab 这一些以科学计算为主要主体应用程式语言里头做的事情 在Python既有的类别都做不到 所以我就希望有 像是array index series 或者是dataframe这样的东西来帮我做 所以具体来说是这样子的 好 那同学我们要怎么样去自己定义一个类别出来呢 那同样的你要透过一个特定的结构 就好像你写方选要有一个特定的结构 你写类别也要有一个特定书的结构 好 那如果我们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说你要定义一个类别 其实就是把方选还有data绑定到一个物件之上 因为我们说物件有两块组成 一块是data 另外一块是操纵data的这些方式 所以同学会需要有定义函数到类别里头的功能 你也要可以定义data到函数里面 好 那同学它的外形长这样子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class的名称 可以好 class的名称叫classname 然后class名称给完了之后 我们这里跟方选一样会有一个darkstream的特性 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darkstream的话 它就是说当你的类别去呼叫它里头的这个底线底线 dlc底线底线的时候 它会被秀出来 这样子它会把这一段darkstream秀出来 好 那同学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会有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写的function 你就会把function定义在这个类别的底下 那在这个function中你可以去宣告说你需要有哪些data 那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叫做attributes的拟称 所以specific functions对应到我们这边讲的就是specific methods 那data就是我们这边写的attribute 你希望这个类别可以有什么样子的data 你希望这个类别可以有什么样子的function 就用attribute还有messor的方式定义出来 好那同学这个这样讲有点抽象嘛 所以你一定要乱乱看 就怎么样去define一个class 好 那同学我们这边来秀给各位同学看 我们怎么样去define一个class 比如说我们这里给了范例 这个class的名称叫做simple calculator 简单计算机 那同学你看我们在主体 缩排的地方这个主体的地方 我们只放一个pass跟一个duckstream 这是duckstream的部分 好那同学这样子我的class其实就定义完了 好同学一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好那这个东西同学定义完了之后可以怎么用 你可以这样子用 calculator 这个动作我们称之为叫做初始化 好这件事情我们叫做初始化 Instantialize Instantiate 或者是叫做什么叫initialize好了 初始化 initialize initialize OK好这件事情就叫initialize 好那它会体现出来什么它会体现type 好你看它的type 这个class的名字叫做simple calculator 它的type就会叫这个 好那同学一定会好奇前面的这个底线底线 main底线底线这是什么意思 好同学我们有跟大家提过 就是说如果方选想要binding在一起可以用classbinding在一起吗 那class可以用什么可以用modulebinding在一起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预设的module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特定的用什么module去收纳这个类别的话 它就预设帮你放在这个底线底线main底线底线这个module里头 OK好那这个就是预设的所有的类别的模组好吗 就是你没有指定把这些类别放在哪个模组里的话 好所以simple calculator 好type这边秀得出来它的simple calculator跟它的名称一样 好那特别如果我在这边稍微少打一点字 比如说simple calculator 比如说simple calc 好那同学它的体现就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simple calc 这样 好type的名字 class的名字就在你定义这个class的时候 决定的simple calculator 好simple calculator在这个地方 好那同学除了type的体现之外呢 同学现在这个地方写底线底线DOC 其实它也有东西了 它底线底线DOC它就会把这一段秀出来给你看 这个我们称为dark string 就是print simple calculator 点底线底线DOC底线底线 好像这样 它就跟你说this class creates a simple calculator that is unable to do anything 就是说这个class它可以创造一个simple calculator 但是因为你里头什么方法都没有 所以它什么事都不能做 这样子 OK 幽默 好那同学如果改一下里面的单字 字字字样啦 它这边就会变 that is unable 可以打个问号 to do anything 这边就有个问号秀出来 好 那同学我们来define function 你可以在这个function里头去define 那在类别里头去define function 这个时候它的东西这个就叫做 我们就会这样想 我们就会说simple calculator has a method called add 我就说它会有一个叫做add的方法 那这个add这个方法呢 同学它就可以输入两数 x跟y 它把x跟y相加 好那同学就会好奇啊 那我知道function 把两数相减的方式很简单 x加y 那两数相减x减y 你这个方法 function里头 这个给我放一个这个参数 self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 那这个self的这个意思 它是说 因为我希望这个add的方法 还有subtract的方法 是绑定在 在这个类别所生成出来的物件上 所以我才会用self 这样子的一个表示 我才会self这样的表示 因为我希望这个方法 我希望这个方法 还有这个方法 在应用的时候 是绑定在这个类别所实践出来的物件上 好所以具体来说的话 同学我们可以从后面的运作来想 好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激动啊 他说self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what a fork 这样子 就是self到底是什么鬼 这样子 好 self是什么鬼啊 self其实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说 这个类别未来所生成的对象 是什么样子的物件 那同学你可以先想一下就是说 你之后会怎么样用这个类别 我们之后用这个类别的方式就是初始画这个类别 然后这个东西在这边 好同学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的self sc 就有点像我们的self 那我们希望add可以在self之下用 那我们希望subtract可以在self之下用 也就是在sc这个物件下面呼叫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xy嘛 两数相加两数相减 原因就是在说我们希望他是这样子用的 所以我们在参数的地方给了一个self 好 所以同学你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define这个class 好 那我们实践这个物件 55加665566 55加66 数字55加66就是121 好 数字5566 subtract 好 所以同学 差别就在于说 你以前在写function的时候都是这样写嘛 你以前写方圈的时候都是这样写 嗯 那你以前写方圈的时候是这样写的话 嗯 他就没有绑定在 嗯 这个物件上面 哦 他就没有绑 跟他绑在一起 哦 哦这个 嗯 方圈 是一个你在 这个地方 你可能会在这个 什么地方 哦 你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两个方圈定义出来的 你可能是在什么 你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啊 and subtract 你可能在这个方圈里面去用什么呢 去用 比如说 啊 subtract add 什么样子的xy 然后 去做什么事 去做 subtract i 这样 哦这样这样 就是有点像是说你在 这个 作用域里头 去用这两个东西 但你没有要让 啊 simple calculator 这个物件可以去叫他 哦 所以你在前面这边加self的意思 就是说 让他不是 让他绑定在 实践出来的类别上面 实践出来物件上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物件名称 点 function name 哦这样子的方式去引用 啊 的这个方法 哦 所以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把 方法 function 绑定在 类别里头的一个 方式 哦就要引用self 这个参数 好 所以 像这个样子 5566 哦我们把它 subtract 好 这样子 好 那同学你看我们在扩增他的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扩增了 哦 另外两方法相 两数相乘 两数相除 好 所以我们simple calculator 越来越不simple了 OK 好 那他就可以两数相加 两数相减 两数相乘 两数相除 这样子 OK 好 那同学我们刚刚说的 这一些范例啊 他都是叫做 绑定方选到类别上 但你其实也可以绑定 data到类别上 那 绑定方选到类别上 那 我们称之为叫做方法 绑定data到类别上 我们就说它叫做属性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有attributes 好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 function inite function中 我们绑定了一个 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1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1这个场数绑定上来 好 那同学你看 我们在 这个类别实践之后呢 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物件 你可以把1叫出来看 好 看 1 这个就是它的绑定的 data 一个常数 所以如果同学你看 在这个地方去绑定一个 py 这样吗 ok 好 那你看我们这里就有两个 有sc py sce 用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去绑定data到 我们的这个 物件 物件 之上 那同学可能会好奇啊 那这个inite是什么东西 这个inite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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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啊 他就会抠 这个叫做inite method 就是当你建出这个sc object的当下 他就会去呼叫这个方法 所以就是等于是说他在初始化的时候就会呼叫的方法 而不用怎么样不用你事后去叫他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你看sc.e 他就有了这个东西 那现在因为我们把py拿掉了 所以他就 等一下 好他就没了这样子 ok 他就说我找不到py 因为我刚把注解掉了 我从宣告一次 他会跟你说我找不到py 所以这个叫绑定资料 这个叫做绑定函数 好那同样 刚刚那个simple calculator会不会太简单 你可不可以加多一点这个方法 可以啊 你可以加多一点方法 那你就做一个叫做进阶的 进阶的calculator class 这样子 好但是你需不需要从加减乘除 还有这个开始做起 不用啊 我现在只是希望你可以 增加像是剩余其他的operator 比如说像是次方 像是余数 像是桑数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增加这些方法进来而已 那同样我们有另外一个 类别的这个feature 他叫做继承 就是说你不用从头到尾写class 如果有一个既有的class 他有了 他有了其他的这个功能是你想要的 那你可以有点像是说去 继承那一个class 然后来开展自己的功能这样子 那这件行为就是我们称的继承 好你的新的class的名字在这边 那你想要继承的class的名字 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他就可以把整个class的功能继承过来 那这个动作很像什么 很像我们那个很像唐凤说的 就是唐凤之前在那个受访的时候 人家就问说唐凤 就是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数位正伟唐凤 他问说 Audrey唐就是你为什么这么会写code这样子 然后唐凤就一拍轻松的 他就说因为我不自己写code 我fork人家的code 那他讲这个fork 讲fork的意思就是说 他fork是叉子 就有点像是说他去其他人的这个餐盘上面 去拿一些他觉得好吃的东西 拿到他的盘子上面吃这样子 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都fork人家的code这样子 那他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是唐凤写的东西 那他去fork别人的code过来 然后在上面做一些调整 那fork这件事情 其实本质上他想要说明的 就是有点像是我要继承 那我继承了之后 我甚至可以贡献一些新的功能回去 像是这样子 这是跟唐凤讲过的这个很像的一个理念 就是继承 所以你可以让新的类别去继承 旧的类别的功能过来 好所以比如说我们这里 新搞了一个进阶的计算机 那我们继承了simple calculator 那我们这边一样也是先pass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新的功能都不做 但是呢同学会发现到是说 他其实虽然是叫intermediate calculator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如假包换的simple calculator 原因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继承了simple calculator所有的功能了 好那同学继承了他上面的所有功能之后 这三个方法 这个是次方的方法 这是余数的方法 这个是商数的方法 好那同学同样的像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有一个新的function 这个function叫做exp 那我们可以把既有的属性拿来做应用 等于是说这个可以让你生成 1的n次方 我们这边讲1的x次方 有点像是说生成了一个 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叫做1的x次方这样子 好所以同学你看在这个地方 你有一个exp的function可以用 1的1次方 1的2次方 1的3次方这样子 所以你有了一个exponential的function可以用 OK好 那同学我们 这个function 我跟object oriented的地方 稍微在这边 我们会搞一个段落 那同学不要觉得太压力太大 就是说同学的主要的任务 可能会就是说先把function的概念先学好就好了 那类别的这个部分的话你要去理解它的类别的概念就好了 就是比如说你要区分的出来说 类别是为了把data还有function 绑定到类别物件上的一个机制 那么你未来在使用这个物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attribute去接触这个绑定的data 你可以用messor去接触这个绑定的function OK好 所以如果是各位同学这个状况 我耳述各位同学大概就是 可能不会是以这个软体工程师做为你最主要的 的这个职业啦 但是你会希望是做一个可以用程式处理资料跟分析资料的 什么样子的跨领域的人 就是说比如说你虽然是做PM 但是你是一个可以写程式处理资料的PM 你虽然做行销 但你是可以写程式处理资料的行销 你虽然做产品 但你是可以写程式处理资料的产品经理这样子 我的认知是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同学在function还有类别的这个理解上面 要大概到一个一定的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你不用到非常的专精啦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讲一个老实话 就是比如说怎么样说明说你是一个好的这个Data Analyst 或者说怎么样说明你是一个好的用程式处理资料的人才 这个在找工作的时候 这个在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通常就是说怎么样区分你跟 好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程式可能在处理资料 或者是在找工作上面是跨领域的这个大家需要的一个技能 但是同学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实力就是脱颖而出呢 就是好同样大家都来应征一个写程式处理资料的Data Analyst这个缺 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就是胜出别人一筹 其实最第一个步骤就是说你可以先赢那些写code 不会写方选跟不会写类别的人 那基本上这样子你大概可以赢到很多人了 当然我们这边指的是跨领域的这个状态啦 当然我们说如果你是原理工程师的话 那你怎么可能不会写类别跟函数 就是那个是基本中的基本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应征的是像是这种比较跨领域型的工作 他会希望你具备这样子的功的技能 但是这样子的技能要怎么样脱颖而出 你会说对啊每一个来应征这样子工作的人他都说他会写程式 他都说他会用Python处理资料 那我到底同样我也学了Python 我同样也学用Python处理资料 我要怎么样脱颖而出 就是我们讲现实一点就是你的函数写的好 你的类别写的好 也就是说你的code是那就代表什么 你的函数写的好你的类别写的好就表示你的code是reusable跟scalable的 那这件事情就回来了我们一开始最最最最最一开始 跟同学提的就是我们念念在之的就是 你的code能不能reusable跟scalable 所以你函数写的好你的类别写的好 函数写的好就是你的code reusable 类别写的好就是你的code的scalable 那你就会更有自信说你在这个上面的技能是有你的强项的这个地方 否则的话同学就会陷入一个大家都说他会写程式 你的竞争者都说你会他们也都会写 那糟糕 可是我写的code跟他们差不多 我没有办法说我的code是reusable跟scalable的 那就会变成是说大家又要很努力的在其他方面去跟他们竞争这样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是有信心的 那你至少可以让你的面试官知道说你的code是reusable跟scalable的 那怎么证明呢 就是你来看你的portfolio code都是以function跟class的形式在实作的 那他就会体现到这件事情 ok 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Homework 4到这个期末考 我们都一直要各位同学写function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希望各位同学把写function的这件事情养成习惯 那function写多了你就会有想要写类别的需求 那同学的code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得reusable跟scalable ok好 所以具体来说啦 就是functional跟class不一定是 must have的东西 但是它是什么呢 但是它是同学从一个比如说普通的junior analyst junior data analyst到一个优秀的junior data analyst中间的一个差距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同学我们今天的课程差不多上到这边 看一下同学有没有提问 没有提问 ok好 那同一 下课之前 下课之前我们这边和大家叮咛一件事情 就是 叮咛一件事情 就是作业 作业部分我们跟大家叮咛一件事情 作业5公布了 作业5公布了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作业5 作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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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5基本上还是以function为主吧 只是 会有一点点 跟class有关的 要你把function包到 方法包到这个class里面 home work5 这个部分 好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要跟各位同学说的 就是因为现在 蛮确定就是 台大已经不管大班小班 他基本上已经是全全线上全全远距了 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一点关于这个QA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会暂定就是每个礼拜一的晚上9点到10点 9点到10点时间 那我们先定这个时间 如果觉得太短或者是 这个时间大家觉得不太适合的话 我们会再调 但我们会从下礼拜一开始 下礼拜一就是17号 我们会从5月17号开始 有这个9点到10点的QA 虽然就是office hour 那我们就是 呃 远端的形式来进行 那我会看一下是用 这个会议的方式还是用meeting的方式 哦 我一样是发invitation给各位同学 这样可以吗 OK好 那同学应该这样是OK的 好 好 那谢谢同学的参与啊 好 那我们就 呃 如果大家会参加office hour的话 我们应该就是下礼拜 一会见 这样子 那请各位同学就是 尽量待在家里 哦 不要外出外 今天又多了好多这个 呃 案例这样子 那就让外出也没关系 就是洗手 戴口罩 哦 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同学那我们就 呃 短期的话就是下礼拜一见 那如果同学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应该也许是下礼拜五 这个呃 在线上再跟大家见面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我们就上到这边 OK 这边 有一点 şek 好 rejected 好 5 5 罢